在今天的中欧地区国家似乎特别的没有存在感 奥地利以及匈牙利这些国家 看起来也仅仅只是欧盟德法两大国阴影之下的小老弟 但是在历史上 中欧地区也曾经出现过日不落帝国 而且在当年的中欧地区 更是还有着一个无比强大的巨型帝国 这个帝国称霸了欧洲数百年的时间 而这个王朝开疆阔土的方式却非常的特别 这个帝国正是起源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哈布斯堡其实不仅只是一个伟大家族的名字 其实哈布斯堡也是一个地名 而且更有趣的是 哈布斯堡并不在奥地利 也不在德国 而是在瑞士的东部 哈布斯堡家族 就是瑞士哈布斯堡地区的领主 当时这里属于以大德意志地区为基础构建的神圣罗马帝国 而哈布斯堡家族的领主鲁道夫 哈布斯堡 则在1273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主 哈布斯堡王朝也正是在这一刻 开始了自己的帝国之路 而在鲁道夫在位时期 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 已经扩张到了科恩腾 施泰尔马克 蒂罗尔地区 甚至是斯洛文尼亚地区 而施泰尔马克 以及蒂罗尔等地区 已经属于奥地利的范围了 鲁道夫也在自己仍然在世的时候 通过军事胁迫的手段 迫使奥地利当地贵族 将鲁道夫的儿子 选为了奥地利大公国的统治者 也正是在这一刻 奥地利与哈布斯堡家族 两者被深深地绑定在了一起 虽然在日后 哈布斯堡家族 掌控的远比奥地利 要大得多得多的领土 但是这个小小的奥地利 却始终都是家族的基本盘 从13世纪一直到一战结束 哈布斯堡家族 始终地牢牢地掌控着 奥地利这块土地 而在鲁道夫去世之后 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 曾经流失到了 其他家族手中一百余年 但是在哈布斯堡家族 于1438年 重新获得了这个头衔之后 便一直将其控制到了1806年 而哈布斯堡的统治者 之所以有权力成为皇帝 也是因为他是奥地利的统治者 因为奥地利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哈布斯堡的统治者而言 奥地利永远是最重要的 如果失去了奥地利 失去了皇帝的头衔 那么哈布斯堡家族 也就失去了统治帝国的法理性 而对于奥地利而言 也正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存在 才使得奥地利本地的贵族以及商人 能够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广大领土内 攫取利益 所以说哈布斯堡家族与奥地利 其实是高度绑定 且共荣共存的共生关系 而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 更是让哈布斯堡王朝 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 也正是这一份收获 为哈布斯堡家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477年 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 未来的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迎娶了欧洲国家伯根帝的女继承人 玛丽公主 也是因为这一次世纪联姻 使得哈布斯堡家族 得到了今天法国与德国中间的大片领土 其中甚至还包括尼德兰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荷兰 而正是因为这次联姻 使得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 能够直接连接富饶的法国 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 而这些领地的战略地位 很快就在奥地利的崛起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 奥地利正式成为欧陆强国的时候 正是这一刻 此后的马克·西米利安 算是尝到了联姻政治的甜头 马克·西米利安继位之后 开始继续大力推进哈布斯堡家族 与其他欧洲王室之间的联姻 而在其主导的诸多联姻之中 最为成功的一次 无疑就是与卡斯蒂利亚之间的双重联姻 也就是说 西班牙帝国在立国之初 其帝国的统治者 其实就是坐镇维也纳的奥地利皇帝 而西班牙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帝国 其实际上的头衔来源 还是来自于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 16世纪初 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武士 继承了帝国的王位 在这位查理武士的统治下 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巅峰 从奥地利的核心维也纳 到瑞士与伯根地 以及尼德兰 再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 以及葡萄牙 还有波西米亚 以及意大利北部 全部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疆域 其统治人口 囊括了欧洲总人口的25% 而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南美洲的殖民地 以及尼德兰和葡萄牙 在非洲以及南非建立起的定居点 全部都是查理武士名义上的领土 查理武士也自豪地提出了 日不落帝国的概念 因此也可以说 其实奥地利才是世界上的 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毕竟这个地的来源 正是奥地利 因为欧洲如此之多的王国 都有着同样的统治者 都属于同样的王朝 因此 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 也得到了一个别称 那就是欧洲的岳母 然而这个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帝国 在本质上却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封建大帝国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帝国 其主体民族就是统治者集团的民族 其帝国核心奥地利 与其他领土的利益高度不一致 因此 帝国很难建立文艺复兴的东风 甚至必须抵触文艺复兴带来的变革 因为欧洲的民族主义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 而帝国的领土内 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 又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文化特点 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祖国 一旦民族主义在帝国境内广泛崛起 那么等待着帝国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 那就是分裂 而分裂的征兆 事实上在查理武士的统治期就已经出现 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 正是欧洲的宗教改革 导致德意志诸邦纷纷改信了新教 而帝国统治下的德国地区 也希望能够改信新教 与自己的德意志同胞们保持信仰上的一致 然而 德意志民族的请求 却遭到了信仰着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拒绝 因为哈布斯堡家族大部分领土 都是天主教地区 改信新教会直接导致帝国的分裂 也导致了奥地利与德意志地区的逐渐脱钩 由于宗教改革冲突 帝国内的德意志诸侯发起了数次反叛 由于贵族的免税制度 以及帝国的科捐杂税 1525年 其境内又爆发了农民起义 史称德意志农民战争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哈布斯堡家族 似乎更像是一个逆朝而动的中世继位道士 而我们前文提到的 奥地利与帝国境内其他部分利益的高度不一致 在此时也体现得淋漓精致 由于帝国高层集团自身的偏向性 奥地利能够得到的资源 天然的就比其他部分要更多 这也导致了奥地利与帝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矛盾 1680年 布西米亚爆发了农民起义 1703年 匈牙利也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地区的民众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是为了改善自己民族在帝国内的不平等待遇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 主要还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位置上的特殊性 哈布斯堡王朝 是欧洲唯一一个直接面对奥斯曼帝国威胁的大国 哈布斯堡王朝就像是一座长城 横跟在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 而加在这两个庞大帝国中间 不会存在中间选项 只有被奥地利人统治 以及被土耳其人所统治这两条路 相比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恐怕还是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人 更加容易接受一点 这也是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斗了百年的波旁家族 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始终斗而不破的重要原因 但是想要维持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制衡状态 仅仅只需要保持哈布斯堡王朝的东部不分裂就足够了 而在西面甚至是南面的尼德兰以及西班牙 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哈布斯堡家族是依靠联姻起家的 一般来说就是与欧洲各国联姻 而联姻的对象没有子嗣的话 那么哈布斯堡家族就能够继承其王位 然而讽刺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下坡路 也是源于一场失败的联姻 哈布斯堡家族在其最擅长的方向 被波旁家族摆了一岛 1700年西班牙帝国的卡洛斯二世去世 但是卡洛斯二世却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 因此卡洛斯二世便在临死之前立下了遗嘱 希望将自己的王位留给自己姐姐的孩子 而卡洛斯二世的姐夫 哈布斯堡王朝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也因此爆发 哈布斯堡王朝失败 最终失去了伊比利亚半岛 而在波旁家族成功拿下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 法国终于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百年竞争之中 占据了上风 普鲁士崛起之后 哈布斯堡王朝直接在普奥战争之后 被逐出了德意志大家庭 但是离开了德意志 反倒让哈布斯堡王朝 德意在帝国剩余的领土内塑造向心里 因为此时的哈布斯堡 已经不再是德意志人了 普奥战争之后 匈牙利地区贵族势力开始抬头 并且冲击帝国的统治核心 由于此时的奥地利帝国 几乎已经失去了 除中南欧地区外的全部领土 而匈牙利就是此时帝国内最大的地区 所以奥黄不得不做出妥协 将帝国更改为二元制帝国 匈牙利有了自己的国王 贵族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匈牙利在帝国内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然而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落 英法俄等国却开始不断地将触手 伸向了南欧 这也使奥匈帝国与英法等列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与德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河流 而由于俄罗斯帝国也在不断尝试扩张自己在南欧的影响力 因此 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地上升 奥匈帝国于1908年吞并波黑的举动 事实上也正是一战的直接导火索 而这一切在斐迪南大宫在波斯尼亚遇刺之后终于被引爆 英法德义等国被陆续卷入其中 一战正式爆发 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奥匈帝国与当时其他的主要参战国都不一样 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存在着来自各地的各个民族的士兵 然而奥匈帝国的征兵制度却非常的混乱 所有匈牙利征兆来的士兵全部分入匈牙利部队 而从匈牙利之外征兆的士兵则全部被塞进了德语部队 但是部队的军官却基本都是奥地利人 这也就使得奥地利军官们需要面对操着各种语言的士兵 大家之间也互不理解 这样的军队打得赢仗才怪 而且由于奥匈帝国只基于匈牙利特殊权利的政策 引起了其他民族的不满 而只基于匈牙利贵族特殊权利 又引起了大多是匈牙利人的不满 所以说 此时帝国国内的民族冲突同样极为严重 解体似乎已经成为了必然 战争结束后 奥匈帝国最终解体 奥地利丧失了除本土外的全部其他部分 哈布斯堡家族也被赶走 然而 协约国对于奥匈帝国的草率之解 表面上遵从了民族自觉 但是实际上却导致原奥匈帝国领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不过这一切和奥地利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然而 奥匈帝国的结底 反倒使得奥地利人开始重新回归了对于大德意志的认同 而在一战中的相同遭遇以及血缘上的亲近 也使得德奥两国几乎必然将会重新河流 这一点 从希特勒的人生经历中就能够窥探一二 1938年 德奥合并 奥地利被德意志统治了七年时间 在此期间 奥地利被卷入二战之中 而二战更是深深地伤害了奥地利 无数奥地利青年被征召到前线 然后战死 1945年 德国战败 而奥地利则被苏联与同盟国分别占领 这个时候 又是奥地利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救了他一命 由于其地处欧洲的中心 因此 无论是被哪个阵营所独享 都是不合适的 最终 同盟国与苏军于1955年全部撤军 奥地利独立 成为一个第三方的永久中立国 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 奥地利的中立失去了意义 既于1995年加入欧盟 又在1999年加入欧元区 如今的奥地利 仅仅只有8.3万平方公里 算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透明了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观注头条号昆奇说是 回复001即可观看